一幕 三角度 第二幕 七分的我 像某剧组 我从不了的篇数 屡历爆发 生日状散散讲义合作赛下半场 其中傲娇组有知名创作歌手九九 扑少任看好他能够晋级 没想到讲话娃娃音的林义乐 一唱歌立刻变声 让全场惊艳 你等傲人在过小角 穿得再少我爸觉得 好久好你管不着 放掉是傲娇 这一种记号 女巫不法为力 正当我屏幕 红烟火水 伤我投降就好 嫉妒是罪 无视毒药 守好 不断自卑 守抢全不用招 回家自己玩死 把人变死 换成通宵 第一幕 三角度 第二幕 七分的我 我像某剧组 我从不了的篇数 第一幕 也累着住 你而不 太过度 安绕一种的痛苦 心爱的你不该干活住 我觉得他们三个也是各放异彩 而且他们都有做到这首歌需要的 《灭中无人》 九九就是比较有女人味的那一个 对 带有一点魅 然后《花力鼠》就是最活泼 最灵动的那一位 尤其是你那个 猴鹰在那边饶首的时候 我听的是很过瘾 《灭中无人》 我觉得让这首歌的rap变得很新鲜 然后《灭中无人》就是负责酷 跟有一点魅惑感 神秘 对对对 所以我很喜欢他们三个的版本 只是到了后面唱高音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有一点勉强 最终花力鼠李宜乐拿下两票 胜出晋级 一开口讲话声音就变回原形 李宜乐胜出了 吓死我了 你是樱桃小丸子吗 很可爱 那很期待你们之后的表现吗 好耶 好啊 加油 谢谢 好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这样还蛮适合来当演员的 是不是 还可以配音吗 对对对 第一幕 色雅图 第二幕 情分的我 我向不记住 我从不了的篇数 第一幕 你累着住 你耳朵 你的过渡 我绕一种的道夫 心爱的屁股该干活住 发高烧 心花醉 将情高 Happy Birthday Qué 我费 超好 我费 你不费 小姐 你不费 我费 起来